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没 跟着peter一转 我们来到NFTP show 感谢所有今天加入的朋友 今天礼拜六晚上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这个manmanline的captain发出来了 那发出来之后呢 刚才我稍微听一下他们的founder 这边在聊 我觉得这个项目还蛮有趣的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认知 那captain我们看一下 那目前市场上有的新闻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g the night gate 那NFT这manmanline他发出来 那发出来之后 大家晓得说在这个熊市 manmanline 他既然可以融到1000多万美金 1200多万美金 那其实还蛮厉害的 他一个NFT 他要让大家去命的话是1.069 个亿的 那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有办法命到这些东西 他其实还是ok的 那为什么 我觉得为什么他这后面的项目 有办法做成这样子 我觉得有几点的 第一个 这个9GAG 他原本其实就已经做过一些不同 startup 他自己就是做网路 跟做这些startup出来了 所以他自己本身其实非常懂 NFT跟非常懂这个网路 那他本身自己在这个web3里面 深耕了一阵子 那除此之外 他本身的network 你看他们后面的advisor跟investor 这是有谁 你看有light coin 那你看scholar 这我们的朋友 clock 还有coco bear 连gary 其实就被他请到当他的advisor 那他们后面不管是web3 还有web2的人 都是他们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有办法请出来 那其实他这一点我觉得 跟他们原本做过startup 有关系 他们之前其实有融过一些钱 在做startup的时候 那后来startup他们应该是退出了 所以他们后来再跳出来 然后再做NFT项目 那他们其实最早他们也发过几个 manman lab 我们除了manman之外 他之前也发了一个叫 mvp的一个项目 mvp的项目最高应该 来到40几个eats 但是我认识的朋友应该二几个eats 30个eats左右应该都出完了 那后来其实最主要的 还有一个让大家都 比较熟悉的就是potato potato就是刚开始其实是一坨屎 但是慢慢长长长长长 长出一个potato 那这个东西其实让大家也是觉得蛮有趣 我觉得他这个后面项目呢 是一个这种多层次的一个方式 在建设一个 一个类似品牌 一个生态链 不是只是发一个NFT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 其实我个人还蛮看好的 那现在其实captain前两天 就是你有potato的朋友 你可以去抽 那还有的话就是可以去排队 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命的到 你看最后他们有这么多这么多人 你看一共18000个 可以命的这个钱包去注册 但实际只有9000多个 所以其实大概只有50%的有办法 铸造成功45% 这边 45% 但是还有14000多的人命不到 那所以代表他现在其实他命完成功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已经命了1800多万美金 所以这个项目他后面其实融了1800多万美金 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直到了刚才大概10点多左右 那才正式的上 的这个OpenSea 我们看一下10点多他正式上OpenSea 上OpenSea只有价格在8个Eats左右 从8个Eats 7个Eats 然后回来 第一时间上OpenSea 也没有第一时间到12个Eats的 我刚刚讲错了 第一个时间到了12个Eats 之后呢 就慢慢回 那一直是在6到8个Eats左右 6到8个Eats左右在这边盘整了 那目前为止的第一点 第一点大概是在6个Eats左右 现在大概是在6点几 所以说如果你有办法 抽到不管是你用是Potato抽 那还是用其他方式你抽到的话 那基本上你用一个Eats 可以目前为止等于是有6个Eats的 这个一个回报 那刚才在他们的Discord里面 那也看到他们的一些分享 除此之外 我刚才是在他们的Twitter 他们Twitter里面 刚才他们的Founder 出来跟大家聊 这有几点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刚刚讲的东西 他说也非常感谢 所有加入的妹妹Lang的朋友 那这个东西 当然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是 他们当初第一个时间 妹妹Lang出来 那不管是MVP 甚至后来做了这个Potato 他觉得这个有办法 面到的朋友 这非常非常感谢 那他们现在其实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会拿20个Captain出来 当成是一个Founder 让所有之前Potato去面的朋友 因为其实还有55%的人没有面到 他这20个让出来让大家抽 就是让大家抽 如果你有办法 在之前有办法 加入他们这个去面的行列 但是最后没有面到的话 他还有给你电视机会 这个20个不是送给你 是给你一个20个的机会去抽 抽到的话 你还是要-1.069去面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们还要拿5支Captain 然后20个Potato出来 当然是一个奖品 让所有这次参与的朋友 让大家去抽 这个是抽奖 所以他们其实这一次 就是刚才在这个TwitterSpace里面 他们发出这两个算是彩蛋 就他们这次活动的彩蛋 如果你有上 他们抽奖的 不是抽奖 就是有上他们要面的这些内容里面去 如果你有去面 没面到的话 那就是这两个机会 那这边还有看 去check your wallet 52分钟之前 就是说如果你当初去面 没面到的话 他像是refund给大家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合理的 就是大军秘密不到的话 那当然是把钱推你 那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整个Captain的生态 我觉得这个项目 给我们一个NFT的一个做法 有点 大概让大家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项目更像是早期 从CyberCon里面出来的一些朋友 他们做事态度 他们就是说我不是只是 是纯粹的发一个NFT而已 我是要架构一个生态圈之外 我把这个做成产品 我把生态圈做成产品 这个就蛮有趣的 他说我这个MainManLamp 其实他们将来要做是什么 他其实要做一些 寻宝游戏 那寻宝游戏要有什么 第一个你要有 海盗 你要有海盗之后 你还要什么 你还要有你的团队 因为海盗有团队之外 那你可能还需要 有这个海盗旗子 那你需要海盗船 他后面将来会有宝箱 所以他其实在一个treasure lane 他在一个让大家有办法 在一个海上 然后去寻宝 寻宝的同时 他后面会有一些类似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 这个Wolf Game里面 类似这样的模式 虽然刚才他们的Founder 在聊这件事情 他没有特别讲清楚 但我可以感觉出来 他讲说我们将来 其实会有这样子寻宝的一个模式出来 大家如果记得最早 那个Wolf Game出来的时候 让大家去 玩这个Wolf Game 不管是地 甚至后来的这个Wood Pouch Wood Pouch 又让人去抽吗 他等于是给你一个那个宝箱 让你去抽 Wood Pouch里面除了本身的Wood之外 Wood当然是就等于是钱 你去买Wood 那Wood Pouch 所以Random 也会给你一个 可能会超出你投资进去的那个钱的 有点像抽奖的逻辑 那我不晓得Mame Game 他们后面将来他那个宝箱的 这个设定以及他将来可能会有海盗船 甚至他有这个岛屿的设定 刚才其实他Founder稍微都有讲说 他们将来呢 其实希望是以这个团队的一个状况 来经营 所以他讲说如果你有一个Captain 的话 You should organize your crew You should form your crew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是船长的话 你应该想办法找几个朋友 不管是有Potato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Captain的朋友 你可以组成一个Team 我觉得他们将来的游戏 应该是要以Team的形式存在 然后去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一个 玩法 他等于是把一个Community 当成是一个游戏的内容 让大家来玩 虽然他现在目前为止 但是你还不太清楚他后面要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Founder 他们的做事 他其实他们的做事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清楚 就是说如果你支持我的人 我只要把你们这些人Serve好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你们认为 妹妹Lang 你不认同妹妹Lang 你也不晓得Captain 你也对Potato 没有什么样的好感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不会Serve 那我觉得他其实也非常明白 他们要Serve的这些朋友 Serve的Community 是一个什么样的Community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为止 在整个市场上除了 当然是YugaLab之外 算是一个生态做的 比较 完全的一个朋友 一个一个生态圈 你看这个是当初 他们最早妹妹Lang出来的 这个MVP 所以他本身这个项目还不错 他们项目应该的人都在香港 我之前有见过他们的人 他们都还OK 蛮decent 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讲这个妹妹Lang Made in Hong Kong 是Metaverse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 带给价值的话 按赞转发 那我们今天是周六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 市场上今天 这个Airdrop 之后上线了 如果你有 拿到了一只Captain的话 恭喜你 赚6倍 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6个亿的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后面如果Community出来 他暂时 他说可能要两个礼拜 之后 还有其他的Airdrop 他说两个礼拜之后 还有其他Airdrop之后 他暂时他的 这个Captain不会review 他要再过几个礼拜才会review 他没有特别讲说什么时候review 那他讲说他们是一个知名的 艺术家来做他们这个PFP 好吧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所有加入的朋友 今天是礼拜六 祝大家一个愉快夜晚晚 再见拜拜